2017年4月19日,阳光明媚的早晨 在南荷兰省以玉金香而闻名的囚禁种植区中心 Nordweigerhout诺德韦克豪特城镇的白教堂 由海牙中国文化中心与荷兰相关组织 共同举办的为期四天的主题为 Dutch Design and More 花样棉花 中国艺术与荷兰花饰展正式拉开帷幕 在这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庄严、朴素、圣洁的新教教堂里 不但有荷兰花会设计师的精彩呈现 还有荷兰当代华人艺术家周易德先生、谢全化女士、谢云女士作品的画龙点睛 以卓而不群的气质奥立于花海之灵 中国驻荷兰使馆文化处兼海牙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杨晓龙先生 诺德维克豪特镇镇长Herrit Huthard先生 荷兰花车巡游筹委会主席Leo van der Zong先生 来自诺德维克豪特镇的花卉种植者LTO 也是花卉展会活动创始人Art van der Zong先生 出席了开幕式活动并致词 荷兰花车巡游筹委会主席Leo van der Zong先生 介绍了花车巡游的历史和今年活动的样子 我们开始1948 几年后世界借过第二 我们开始1948三年后世纪巡游 就可以了舞台币和十三十和十五冬航 任由Hillochum到Listse-Sassenheim 现在来自ys多部的东西西向在Haarlem 所以它是三次是大和広和大和最大 而在这些年生完美的冬航 bonne冬航 这是这七回事已是这湖的冬航 中文人也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和听说是他们喜欢的 那就是我喜欢的 这就是两个Panda 现在在韩国的存在 我们做了很大,很大 很颜色的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项目的 很多活动员 在这种旅程中的 总统的概念是德鲁设计 同時,Nordewijk-Hauter鎮陣長,Herrit Hooter先生,也表達了對本屆活動的期待 我感到很高興,作主席,Nordewijk-Hauter鎮陣長,能夠穿這條鎮陣長 和開啟這個展示範 當冬天開始,當冬天開始 flower,我們有這個祝福 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燃燃,燃燃的燃燃 是主要燃燃的燃燃我們的城市 所以這是一年來的祝福 能夠拡散到美麗的花絲全世界 我們燃燃全世界全世界 在最近的年來,我們有股興興趣從中國 所以我們有中國的地區 这些人们来到我们来学习的方法 我们做的栽培 我们来享受的 Tulips, Narcissus, Daffodils 这是一个方法的交易 与不同人们 我非常享受这些 所以我感谢你今天在这里 与中国的传统 我们有艺术的艺术 与中国艺术的艺术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与我们的艺术的艺术 而且我们一起学习 我们一起学习 我只是学习一些中文 和很基本的中文 我期待很多旅客来到来 我们有一个祝福的业务 那是一开始 与中国的区域 在桌上 这个年代的主题是 德国的设计 我认为这是一个主题 对德国的花锅 所以我预期 做一个很好的课题 荷兰著名华人 油画画家周易德先生 介绍了他参展的艺术作品 看到人也很多 那个市长也来了 对于特别的 中国的那些艺术家的作品 都很满意 我一共拿了师傅 都是以前画的 这种画就是有点文化的 中国文化在里面 因为这种画里面 风车 里面代表荷兰的一些国家 都基本上是中国的文化元素 你看这些青花车 这些花窗 这些都是比较能够看出来 一个中国文化的一型 这种元素在里面 而且这证明 我虽然在荷兰 这个国家这么好 我还是经常想到 我们家乡的一些 在国内的一种文化 你看这个背景 这个框里面 这样真深度 我现在是这个画 是在荷兰画的 但是我画了中国的元素 在里面 超现实主义 就是这个跨地方 跨地域的 有两个地方 一个我们中国跟荷兰 我主要是能够让人家 让荷兰人 让大家知道 我有一个中国人 在这里画画 搞艺术鱼 也比较很投入 很专心 这是所谓一种风俗化 阿姆斯坦的那种丝容 这种场景丝容 在阿姆斯坦 比较有名的 大家都认识的一个区 好像很热闹这种感觉 跟荷兰的一种生活气息 风俗 感觉到有点混合 这样子的一个阳光下 聚集春天的时候 这一种风景嘛 景观嘛 也是景观 对不对 假如下次有机会的 我早点准备 多画一点画 期待也期待 就是人家多一点影响 就中国的文化艺术家 多一点影响 荷兰著名华人画家 并擅长欧素粒粉画创作的 谢全画女士 分享了她作品的 非常兴奋 来了这么多人 大使馆的杨小龙主任来了 市长也来了 我们中国人文化艺术 参与这次画长的 画车长的那个活动 感到非常荣幸 后面这两幅呢 也就是春天的画 就是一个美好的表示 对我这次就是根据 这一个古老的教堂 准备了不同的画 一幅画就是 体现中国 中国独特的一个 明街传统的工艺 另外一幅呢 就是配合这一个教堂 配合荷兰人一个信仰 平安夜 希望在这么美丽的教堂 里边有鲜花有美好的 也把平安带给大家 抽象画呢 主要是我表达的 就是我的意念 抽象画表现的就是 心底的心语 我现在呢 画画呢 我一直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 呃 现在接下来呢 我的故事就把 中国文化因素比较多的 好像水木画的韵味很美的 呃 就是保留住 再加入 荷兰人那个 呃 意念 新的思维 多跟青年人接触 交流 把这个 现代的东西 多一点加入到 我这个传统里边 我觉得这个花呃 呃 画展这一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么它是告诉人们 那个追求美好 我希望这一这样的活动 会继续办的越来越好 荷兰著名华人雕塑家谢云女士 分享了她 从中和文化活动中 所集取的创作灵感 荷兰的花展呢 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因为荷兰的鱼鸡香花 呃 四五月份是开的正盛开的时候 有很多的中国游客也来 也会知名度比较大 呃 最近呢因为呃 接到两个订单呃 呃在那个有一个展展中呢 遇到一个荷兰人 他很喜欢我的这个 他买了以后呢 他说哎呀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能不能帮我定制一个 你知道吗 是Kate Richards 就是那个滚石的那个吉他手 好 稍等 00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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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